好 那非要说图什么 我就图分辨个好坏对错 如果连好坏对错的理 都不讲了 那人活着还是人吗 嫂子 我们来找那个书记 爸 请来领她新媳妇来了 你们俩搞得来了 你们俩搞得来了 曼 曼主席 你们这是 班长哥 曼主席 我带幸福 那个今天过来认个错 昨天那个幸福她 不懂事 干了傻事 您大人 又大量 劳购我们这回呗 清来啊 你说昨天打我的也不是你啊 怎么进屋就听你在这儿一直说呀 再说了 昨天怎么不见你出来管管你媳妇啊 万书记 传家哥 昨天我打人是我不对 我向你们赔不是 好了好了 幸福我能有这个态度 很好 行 这事就算翻篇了 咱呢 我得嘱咐你两句 幸福 我万年庄啊 不比别的词 我们的口号是 人人为万家 万家为人人 是吧 只有邻里和睦团结一致 才能和谐发展啊 是吧 昨天幸福呢 那也是头脑发晕 他昨天晚上后悔了一晚上 您放心啊 这回他肯定 肯定是记住了 后悔了一晚上 那你俩有时间办正事吗 你这当哥的也还这么想话的 行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这么着吧 好好过日子 谢谢万主姐 是 是 这个是我爸让给带的 还能放在这儿啊 这个比 这个比要嘛 那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好好 传家 走 送送 等等 我还有话要说 书记 我打人是我不对 我也赔了礼 道了歉 那传家哥欺负我妹子的事 是怎么个说法 师傅 你这说什么啊 什么 什么叫怎么个说法呀 走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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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得给我妹要个说法 万书记 昨天我打传家哥 是因为她欺负我妹在先 我 这话咱说清楚啊 不是说我欺负了你妹 是你们俩结婚 对吧 我去闹房 大家就是闹一闹开个玩笑 热热闹闹的就为个气氛闹一下高 那个幸福啊 大喜的日子 把谁家扑闹的 俗话说 禁门三日五大小 就算是闹得稍微过分了一点 也是人之常情嘛 可也没这么个闹法吧 书记 我妹妹刚大学毕业 还没结婚呢 这以后让她出去怎么见人呀 是 那你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书记 我觉得您应该是个讲道理的人 我打人是我的错 传家哥欺负我妹也是错 那会儿醒来 你们老王家祖坟上 得烧了多少刀纸啊 找了这么个媳妇 自到晚万山他当上书记 上我这儿登门道谢的不少 可是找上门来 让我低头认错的 你还真是偷一个 我也没让您道歉 他欺负我妹子 他道歉就行了 要不传家 你也提上了点东西 去幸福家里儿 给人家妹子赔个礼道个歉 凭什么呀 爸 你说咱万家庄结婚 家家户户都闹 都没什么事 就到他们家就成事了 他们老王家 请我去的是吧 王庆来你还愣着干吗呢 赶紧带你媳妇回去 好好管管我呀 凭什么呀 我道理还没讲完呢 你说凭什么呀 就凭这是我家 这不是你讲道理的地方 那这么说 你们家就不讲道理了 带她滚 走吧 幸福 说话呢 走吧 你就这么当干部的 不是啊 妈 别说 你老说跟人家讲道理讲道理 人家现在跑上门来跟你讲道理了 这是来道歉的吗 你 这就是来胡搅蛮缠来的 手 你看她一直那个不依不着 幸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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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书记 我就问您一句 咱万家庄是不是没个说理的地方了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万山堂一手遮天吗 怎么就没有讲道理的地方 你 你去法院 去办事所 你去告我 有能的你把我这个书记给免了 我早想退下来了 你要真能把我这个书记告下去 我谢谢你 去告去 去 好好说啊 爷 爷 你们两个 爷 这儿我大哥 给我嫂子的喜糖 我给您拿过来 秀玉啊 万书记后来怎么说 爷 书记没怪罪 我大哥带着嫂子 已经去东门认错了 这事就翻过去了 秀玉啊 别怪你爷我多嘴 你嫂子心来扎道 做事没个分寸 可你们以后 也不能由着她这样胡来呀 往公了说 万书记是咱们万家庄一家之主 是咱们致富的带头人 往思了说 你们老王家 以前过的什么日子 还不是万书记上了台 才给你们家分了一块好地儿 又把你安排进集团上班 做人呢 可不能忘恩负义 你说 是不是 是 爷 您说这些呢 我们明白 昨天我嫂子也是一时蒙了心 这回受了教训 以后不会了 那就好 那喜糖啊 我就收着了啊 好 你咋能这么跟书记说话呢 我说什么了 我哪句话说错了 行 就算你说得都对 但你也不能这么跟书记说话呀 那我怎么说 我跪着说 你 你 你 我 咋了 你 你 别活迹活了的了 万书记都答应了 只要他去赔个不是 这事就过去了 完了 这死丫子冲啥疯啊 咋没送出去啊 怎么去了 别提了 以后这丢人现眼的事情 别叫我干了 我丢不起这人 回来了 妈 我劝劝他 万书记怎么说 幸福一句话把书记车挠了 你走是咋跟你说的 不是说多说好话多说好话吗 你 你又说啥了 咋又把万书记给惹着了 我也没说啥呀 该赔不是我也赔了 万书记也说这事就翻过去了 我就是说 能不能让传家也给我妹赔个不是 你可真敢说你 你把传家打了 还让传家给你妹赔不是 你咋想的你 我有错 我可以赔不是 他怎么就不能赔不是了 你这孩子你咋这么轴位 传家那就啥错呀 你去外交打听打听 上次适财嫁结婚 把公公媳妇绑在一块旗驴 人家都瘦了 你咋就瘦不了了 别人能瘦那是别人的事 我反正瘦不了 我们也瘦不了 我必须得给我们要的说法 你这是给我来败家来了是不是 你真要这样的话 我们不忘家 还真不敢要你呢 爸 你这当公公子咋这么说话呢 不理他 你爸在气头上 来 幸福 走 跟我走 咱娘俩到屋里说去 咋说话呢 没 没事 没事 不理他 是 幸福 妈问你一句 你这么闹到底涂啥 妈 您都把我说糊涂了 那要照这么说 我倒是在涂什么了 那人做事不都为涂个啥 那非要说涂什么 我就涂分辨个好坏对错 如果连好坏对错的理都不讲了 那人活着还是人吗 咋还都 人都不是了 那世间的事 哪儿那么容易 就好坏对错都分得那么清楚 那还不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呀 这明摆的就是他们无理在先 幸福 我问你啊 要是万家就不给你赔这个礼了 你咋办 你跟庆来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妈 你如今是逞了能的 你可是把万书记也踏踏实实地给得罪了 幸福 你看这挺机灵的 你咋做些事来 你咋做些事来 那个轻重好坏 你咋分不清楚呢 这市场的事 黑黑白白的 你告诉我谁能分得清楚啊 那过日子还不是 能过去就过去了 就这都不易了 妈 您是不是也怕我拖累你们 幸福 妈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 你别看你爸在屋里头嗓门大 他出去他连个屁他都放不出来 再别说在万书记面前了 我刚嫁过来那会儿也不习惯 我想着就老是磕头碰脑的 你爸还有一回打了我呢 那我后来这就慢慢行事行事 我就行事明白了 咱王家小门小户啊 在村里又没势力 你硬杠着 咱能过得下去吗 没好日子过 咱家就这么多年来 低眉顺眼的 熬过来的 直到我把庆质培养出来的研究生 好歹在村里才直起腰来的 咱们都是女人幸福 咱女人不都为了这个家活着吗 当你跟庆来生了孩子了 培养孩子 让他当了大老板 做了大官 那会儿好坏对错都轮着你说了 现在咱就得学着忍 妈 这个离我不认